论起受欢迎程度 中国乒乓球队绝对是排在最受欢迎的体育代表团的前列 男团的樊振东 马龙 王楚清 则被粉丝们打包昵称为胖头龙组合 尤其是在采访时 马龙在前面成为嘴涕 樊振东和王楚清小动作不断的名场面 更是被粉丝们津津乐道 当地时间8月9号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收关 中国队3比0完胜 实现奥运男团五连冠 8月10号 昔自如今的樊振东和王楚清 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 这一次两人聊了很多 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樊振东 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跟回忆吧 过程中也有很多酸甜苦辣 对于我来说 能够参加这样一届奥运会 然后能感受这样的盛会 对我来说也非常开心吧 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中 樊振东曾一度落后 但最终立刻瑞典黑马莫雷高德 摘走自己的首枚奥运金牌 实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大满贯 其实大家都会关注 可能打的比较艰苦的这种比赛 焦点比赛吧 但对于我来说 其实面对每场比赛 不管是从准备 还是在场上的这种发挥 我认为都是会全力以赴 做到自己最好了 自己最看重或者说最开心的 还是自己勇于去迎接挑战 然后战胜了困难 然后也战胜了自己吧 樊振东曾多次呼吁抵制球迷犯圈化 只专注打球 让自己变得更好 为球队贡献力量 樊振东正在身体力行 不会去考虑这些外界赋予我的东西吧 我想做的或者说我会做的 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在队伍中或者在这个集体里 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0后的王楚清已然手握两块奥运金牌 此次出征巴黎奥运会 曾一度在男子单打中意外失利 对此王楚清坦言 受到了团队很多人的帮助 调整了状态 最终顺利拿下男团的比赛 中国乒乓球男队已完成全部赛程 对于接下来的安排 樊振东和王楚清表示 这次比赛时间太长 消耗很大 要好好休息 好好总结一下 我觉得现在这一次比赛 时间也非常长 整体消耗也很大 我觉得现在还是想 先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觉得是首先去好好规划一下 未来自己的路 然后再好好去想一想 自己的 好好总结一下自己 这一次比赛的得失 再去好好想一想 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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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